最近,湖南瑞士的《幻乐之城》正在热播,和酒做主持人,王菲来担任音乐体验官,可为赚足了音乐爱好者们的眼球。 虽然这是王菲第一次,作为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,但不管王菲的经验如何,该节目还是因为王菲,吸引到了一大批粉丝。 近期节目中,王菲还把窦镜彤也带到了《幻乐之城》中,在窦镜彤登台之初,还大方的,开玩笑说,是我妈叫我来的。 这对母女在台上呈现了完美的综艺效果,不少粉丝打呼过瘾,然而,娱乐圈中却有这么一个人,并不认同王菲母女同台,甚至喊话,王菲母女滚住湖南卫视,宋祖德发布微博话题。 叫王菲母女滚出湖南卫视,其言王菲母女参加《幻乐之城》,是在完完全全的炒作,中间还提到窦镜彤,说窦镜彤病了,你们都不去看看吗? 接着写窦镜彤的近况,赤泽窦镜彤没有孝心,也提出,若不是当年有窦镜彤的帮助,王菲,还不如菜市场买菜的大妈。 窦镜彤此前曾回应过,自己已经远离了音乐圈,窦镜彤似乎也不太在乎王菲和窦镜彤跟自己的关系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